在江西省金西县的一个偏远山村,今年55岁的江昭齐,1979年因被蛇咬伤左腿,高位皆知。 次年,他所在的村里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辞职,初中毕业的他,主着拐杖,找到校长毛遂自荐,便开始了执教生涯,成为一名乡村教师。 从那时起,每节课他都要单腿撑拐杖站立40分钟,这一坚持就是39年。 日前,记者实地探访该村小,江昭齐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。 课后在接受采访时,他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学校声援流失的情况。 像12年,我们这里都有200多人,到13,14,到15年就捡得比较凶。 上个学期就有70多个人,因为这个学期由于他的妹妹,他的哥哥要读四年级,我们学校没有四年级,那么他读一年级的妹妹也把它带到这里免费现成去读书。 坚守这么多年,江昭齐最大的心愿,就是这些留守儿童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。 有时候我晚上都是找,定了一些资料,晚上都要找一些资料去看,希望留在农村的孩子,也要像城市里面的孩子,能得到更好的教育。 在江昭齐的感召下,他昔日的学生傅盈华,师范毕业后,特意回到这所学校工作。 在接受采访时,傅盈华表示,江老师身上有很多值得他学习的东西。 他对于我们来说,就像是父亲一样,特别的温柔,而且很慈祥,总是带着我们到处玩之类的。 这一段时间想待在这个村庄,跟孩子们一起度过,跟江老师一起读书,一起教学,向江老师学习他身上的各种精神。